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问 未提倡才会怪异 世间人 世中国和国都同样 可以说是无分国家 无分族群 无分宗教 都有一个心理出结比较 这是普遍献凶 夜向佛佛 谁都会关心呢 听信说有人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总来去探听看 这到底是真实际 没人给你做保证了 我对这件事说得很清楚 很明确 跟你说这些完理完结 只要你真正参讨了 真压得了 你就不用再问了 你不用再问了 也不用听信 你不让人做谣心思 有啊 问咱咱咱的虚心痛量 为什么一切发生心上心啊 这有道理啊 这有道理啊 如果心不静 眼影不静 知道我们是不能比较的啊 为什么呢 这个惊胸啊 说得很清楚啊 上幽心声 惊随心转啊 都是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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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这个世界 很多人说 地球温度冬季 都在上升 南北极的冰 涌起来 海冰冰的上升 五十米 人的山枝都会涌起来 人就是人家中心 这是不是要言 在乎我说这不是要言 为什么有这种现象 这是我们住在 这个地球上 这个中心 心形所感到来 怎么会感到这种天气的变少热呢 还是上升呢 天气变少热是 清风心所感来 清灰是黑啊 这度也是清灰的 这分啊 天南是醉意啊 不够得咱 是别的 探心器 昏修改定会 知道咱就无了 天气变少热是水灾 清灰心是黑灾 我们都上升就黑灾 如果我们都上升就黑灾 如果我们把 淡清七万 回去后 这个灾难就会没了 你们相信吗 不相信 在后面会发疑 贪心之蛮疑 你对佛菩萨高生先前说的 话你怀疑 你不相信 那就是中国有一句老话在说 不信老人员 吃费再干净 你不相信你不听 你听 你就是会受财产 你如果相信 真的会这样做 财产就化解了 这是对我们外面的环境 对自身的 大家非常关心的 健康 更佳修 你的心态如果是说好 心体潜用 你怎么会不会健康 怎么会不会当时的独立 受命是有一定的 请让你自己怀疑 自己整一世 定了今世这一生的命运 让这些行为 决定来生的命运 所以命运 不是朝鲜 在扮人的手里 在自己的手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频道